如果后来你真的去考了军校的话 我们就一定遇不上了对不对 也有可能 如果你当年没有跟着我哥 我又没有惹下那样的事 你一定也就不会去给我当保镖了 不给我当保镖 我就一定不会日久深情地爱上你 那你说 如果我们没有遇见的话 现在的我们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你会不会想着开一间安保公司呢 那我又会不会 就找了一个跟自己家门当户对的男人结婚了呢 还是 如果我们之间真的有缘分 那早晚有一天我们还是会遇见的 然后我们会爱上 会奋不顾身地在一起 就像现在这样 即使兜兜转转了这么多年 可咱们还是在一起了 该遇见的总是会遇见的 不过 可能那时候 我会换了一种身份认识你 也许吧 就是那年 你们那里要是不发生那场洪灾就好了 这样叔叔就一定还在 阿姨也一定在 他们都在的话 我们就把他们都接到这里来 这里这么大 有他们在 一定也会热闹很多的 娇娇 娇娇 小魔女最受不了的就是她这般深情 用了独有的沙哑此性的嗓音叫自己的名字 她勾住她的脖子 明明知道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钻了 可还是往她的怀里进了进 可惜你工作太忙了 云香去这里又很远 不然 我们这时候回去看看多好啊 你想去云香 我不是想去云香 我是特别特别想去云香 程翘翘说这些的时候 声音很轻 但却充满了无限的向往 云香是你的家乡 那里有着你很多的乡亲 还有你念过的学校 还有看着你长大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 尽管上次去的时候很糟糕 但我真的还挺想再去一次的 好 俏俏 我一定会待 她的话都还没说完 就听到怀里的成翘翘 均匀平稳的呼吸声 望着她已经睡得很熟的小脸蛋 她的眉宇间起了层层宠溺的效应 一直有点兴趣的 它是 小脸 我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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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来